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 不管是环境改善还是老人服务 林先生都关心 都付出行动 有的时候独居老人在新疆村 我和志工 我们都是会自动派他们去关心他们 把他们的环境弄干净 老人在家里 有时候很多工作他没有办法做的 我们都是派志工去帮他帮忙 还是我也是会去看一下 东河湘民政客客长李鸿宇说 新疆村长林先生跨区服务 关怀东河湘长者是东河湘的宝 他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小孩子 把村里面的老年人当作他的亲人 这样来照顾 手机24小时开机 一星期有四天睡在办公室 林先生可以说是专职的卫民服务工作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